外电新闻来看很惊悚的事情 这印尼有一名29岁女歌手 经常与蛇共舞高歌 没想到日前她再度和蛇 登台表演的时候 不小心被眼镜蛇给咬伤了 而且她坚持不服药继续要唱下去 结果就在观众面前倒地 送一不吃 台上演出把准备好的道具 一把抓起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条蛇 而且女歌手她大胆地把蛇放在身上 不时甩动照样又唱又跳 看得民众胆战心境 一年29岁女歌手布尔 经常与蛇高歌购舞吵热气氛 不过这样的表演方式 却出现意外 日前一场在西爪哇的表演中 唱到第二首歌时 她意外踩到台上 一条眼镜蛇的尾巴 结果眼镜蛇马上反击 咬向她的大腿 但布尔拒绝吃下训蛇 施给她的解药 坚持唱下去 45分钟后毒性发作 她在台上呕吐 昏倒送衣不止身亡 毒蛇专家表示 眼镜蛇只需要两个小时 就能杀死1000公斤重的大象 更何况是不到60公斤的女歌手 在观众面前毒发身亡 乐极神悲 记者余逸 林介入报道